嘿大家好我是M9K 叫我A夢或E夢 9月11號下午4點在台服已經確定會開江戶的復刻池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聊一下江戶這兩隻的專武以及復刻池的部分吧 神抽池的部分除非也是重課或者是這個月 你一定要拿到這兩隻並且升上專武 不然我會覺得農Hard是比較划算的選擇 就把寶石省下來拿去抽之後的限定角 那有些人會詢問說要不要抽這樣的復刻池拿一番賞的石頭來升專武 那這個問題就要回歸前面的那一個點 就是這個專武你是不是真的這個月就需要 並且你是不是需要這個月就把等級升上去 那如果你需要的話是不是可以只吃女神石就好 畢竟相較於女神石寶石還是比較相對珍貴的資源 就是它的用途比較多可以抽卡又可以吃提煉重置關卡什麼的 那女神石就只能升角色的星數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看一下自己的取捨看一下女神石剩多少 石頭剩多少然後後面還有哪些詞要抽而做決定 OK那我們還是來看一下這兩隻角色專武之後強化的點在哪裡 然後還有一些簡單的評價吧 那首先是江戶妮諾 江戶妮諾的專武能力給物攻跟物爆 也就是說等級可以直接升上去 那你如果說比較缺碎片的話不升也是可以的 就是傷害少一點而已 那原本的遺技呢是單體的物理傷害然後並且帶物理的破防 那專武之後呢一樣是物傷跟破防只是數值有在增加 並且額外追加說此技能的爆傷會有3倍的效果 那江戶妮諾我們要講他的強度呢就要先來看到他的技能循環的部分 那循環的部分可以很明顯的看到遺技的施放頻率是非常高的 他有一半的動作都是在放這個遺技 也就是說他的破防放的頻率其實是非常高的 他原本沒有辦法非常強勢的主要原因呢在於說他破防的量真的是太少了 再加上他本身的輸出又非常依靠暴擊 所以在暴擊不夠的情況下3階段4階段的傷害量太低了就拿不上檯面這樣子 那在專武之後的強化其實也非常簡單 就是補足了我剛剛講的那些缺點嘛 第一個破防量有一點不夠我們就增加這個破防的量 第二個傷害有一點不夠我們就增加1技的傷害量 然後讓1技的爆傷也變成3倍 再用專武去增加他的爆率 讓這一個角色可以彌補到這兩個點的缺點 所以上了專武的強化之後呢江戶妮諾這個角色就變成12階段的時候呢 你如果想要偷懶一下然後打一下這個物理刀的話呢 他是可以上場的角色 畢竟他在12階段的輸出量是還不錯的 他有爆傷3倍的效果 在12階段呢爆率也會來到比較高的數值嘛 那在34階段比較高階段呢一直到目前最新版的日版 都還是偶爾可以看到有人會上場啦 他的破防的效益還是相當不錯的 你如果想要比較平均然後比較穩定的破防的話呢他還是一個很好的選擇啦 那輸出量當然34階段就會有差別這個會看爆率的影響嘛 但也還好畢竟你要先有破防才會有輸出嘛 所以呢這隻角色在34階段也是派得上用場的一個角色 那綜合來說呢我會覺得他在聯盟戰比較像是一個景上天花的感覺 就如果你的聯盟戰的六星啊或其他的聯盟戰角色啊都有了差不多的時候呢 這個角色可以讓你整體的傷害更漂亮更好看一點 那如果沒有的話呢你還是可以打啦 但是傷害就少一點這樣 不過像有些輔助角沒有然後某隻王你就會幾乎不能打這樣 他是比較類似這樣子的角色 所以我會覺得說如果你是專職聯盟戰的玩家的話呢 這一隻的專武你可以先穿上去 那穿上去之後這個月就可以稍微用一下嘛 那之後再慢慢的把他的等級升上來 那當然如果你之前我在提醒的時候你就有農的話 現在碎片應該是夠的可以直接升滿好不好 好那這以上就是這個江戶尼諾的部分 那再來呢就是江戶空花啦 江戶空花的專武能力呢是物魔防跟回復量上升 那因為有給回復量上升的關係啦 所以你能提升當然是最好的 但是如果你是一個專職聯盟戰的玩家 你不太打PVP的話呢 那江戶空花的專武是穿上 在聯盟戰的表現就是OK的了 那技能的部分呢 他原本的一介是提升我方全體的魔法攻擊力 那專武之後呢一樣是提升魔攻 只魔攻的量在增加並且在追加提升魔爆跟行動速度 這兩個效果 那江戶空花這個角色他原本的用途呢 就是在3v3的防守陣偶爾可以派上用場 有時候可能可以稍微替補一下這個坦克的位置 那在這個聯盟戰的時候呢 法隊如果需要坦克的時候 他是一個還不錯的選擇 因為他是算是法師的黑旗這樣子的感覺啦 他是魔攻的並且他會一點點的魔法破防 那在專武之後呢 他的遺技又追加了增加魔爆還有行動速度的效果 也就是說他在充當法師的坦克的這一點呢 就可以做得更好 在buff的部分又再更多了 所以這一次的專武我會覺得buff比較多的地方是在於聯盟戰的坦克的部分啦 假設今天法隊真的需要一個坦克的時候呢 他就是有可能派上場的 那當然這樣的情況並不算非常多啦 就看你的出刀心態啦 你如果出很多偷懶的刀的話 也許出場的機率會高一點點這樣子 那相較於剛才的江戶尼諾呢 我會認為江戶尼諾是比較優先需要的角色以聯盟戰來說 那以上呢就是這兩隻角色的專武介紹 以及我個人對抽池的一些建議啦 總而言之呢這兩隻角色在聯盟戰呢 都是有井上天花的效用啦 他不是最top的那一個 但是如果你有這隻的話呢 你在聯盟戰可能會有幾刀的傷害是漂亮一點的 甚至說可能會有一些偷懶的打法可以打 那如果說你現在還沒有這兩隻角色的話 我會覺得Hard圖慢慢農其實就可以了 那如果說你是有角色但是還沒有上專武的話呢 你稍微試一下女神石把專武穿上去這個月 用一下是可以考慮的選擇啦 這是我自己會考慮這樣子做的做法 那當然實際上怎麼做還是要看你的石頭量 看你自己帳號現在的等級 你聯盟戰所在的區間還有女神石剩下的量好不好 好啦那希望今天可以幫助到大家更了解這兩隻角色 並且選擇自己的抽值到底要不要抽好不好 那今天就到這邊 稍後會 稍後會